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最近换下了以武力解决一切的布尔顿 换上了人质专家布莱恩 那么关心中国民主的朋友们都会非常关心布莱恩的这个路线和他的立场 那么他到底是鹰派还是熊猫派呢 那么我最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位先生 我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鹰派 首先呢他对欧巴马的外交政策是持批评态度 他认为欧巴马太过于软弱 早在2016年他的著作 当美国在沉睡在世界危机中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 这本书中呢他就提出这样的警告 中国正在快速的惊人的发展 使自己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成为第一海洋霸权 第三呢这位布莱恩先生和国务卿蓬佩奥的关系非常好 那么如果两个人的立场和路线呢有很大的矛盾 那么我认为他们不可能有这种良好的工作关系 那么大家还不要忘记布莱恩的副手是博明先生 这位博明先生20多年前呢 在中国当记者的时候被国安抓捕 并且毒打了一顿 他后来愤然参军 现在成为了美国国际问题的专家 那么他对中共呢有切肤之痛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当中呢 最近又新增添了一位维吾尔族女性 她的父亲是著名的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和记者 那么我相信呢 他在对中共在新疆的这种纳粹暴行 和对他族人的这种迫害呢也是深恶痛绝的 综上所述呢 川普的阵营保持着对中共的这种强硬 我们中国民主派要对美国现在对华政策和路线保持信心 那么中共最近撤动了两个太平洋小国和台湾断交 这就是要在台湾大选前呢打压蔡英文 但是我认为呢 这种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台湾人民其实早就对台湾的这种金钱外交呢不满 但是他们更对中共这种无上限的利用金钱外交 在国际空间中打压台湾感到愤怒 所以我认为呢 蔡英文在目前在所有的候选人当中 她的人气还是最高的 而中共的这种行为只会让美国更加愤怒 美国的鹰派的话语前将更大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会怎么发展 我认为这是2019年下半年的一个看点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探 entric 中文字幕志愿者